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树兵败后 曹操就立刻打下徐州 抓了吕布 但是虽然打败他的是曹操 他却没有骂 反而转过头来斥责刘备 还说他是个无信的人 为什么他谁也不骂就骂刘备呢 刘备曾和吕布联盟 想要一起对付曹操 那时候曹操想来攻打刘备 恰好吕布也失败了 就来投奔刘备 想要和他联手对付曹操 由于两人的目标一致 自然就走得很近 于是二人结败为兄弟 曹操此时使了一个阴招 让刘备跟袁树反目成仇 两人打起来 如此一来的话 曹操和袁树就跟刘备和吕布成了仇敌 那边如果一联手 估计徐州很快就被打败了 此时的刘备似乎没有什么选择 所以袁树实力是最强的 曹操次指 刘备跟吕布最差 如果这两人想要对付袁树 必须和曹操联手才有可能取胜 于是刘备来投奔了曹操 这说明刘备还是挺明智的 在当时 他综合考虑过之后 似乎只有曹操才是最可靠的 虽然此人有点阴险 但是就他对刘备最大方了 给了徐州给他 还让他当郑东将军 刘备投奔曹操这事还有一个好处 先前说了 他和吕布已经结拜为兄弟 两人有难同当 惺惺相惜 如果袁树对付刘备 吕布能帮他 如果曹操要杀吕布 刘备也可以站出来为他求情 吕布对刘备的付出有目共睹 每当刘备兵败逃走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由吕布照顾 当然 吕布这样做也不全然是因为他大发善心 刘备的家人在他手里也是一个筹码 万一他遇到危险 也可以让刘备为他出灭 不过 当吕布落到曹操手里的时候 刘备却不吭声了 吕布当面质问他说 我现在落难了 你又是曹操的贵客 你怎么不为我求求情 刘备听了他的话 只是点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 在曹操考虑要不要杀的时候 他却站出来说 难道你不见丁元和董卓的下场吗 刘备这话的意思是 当日吕布认过两个义父 但都背叛了他们 如今 主公如果把他留下 他日难保吕布不会忘恩负义 顾忌重拾 就因为刘备的这句话 曹操决定杀了吕布 免留后患 吕布见刘备如此害他 忍不住大骂他 忘恩负义 但刘备依然不说话 吕布因此骂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 刘备之所以狠心葬送吕布的姓名 是因为吕布一死 获益的将是他 如果吕布活着 他就不能得到两座城池 所以他才背信弃义 置吕布于死地 所以说 在利益面前 所谓的结拜兄弟也是没有用的 为了利益 他可以不择手段 不念兄弟之情 这也正是许多人对刘备不如对曹操欣赏的原因 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